我家重男轻女 28年来 获利者永远是弟弟 而我永远是付出者 没等我斩断亲缘 先收获了一张血癌通知书 自救吗 算了吧 这辈子太差劲 还不如重开一局 我开始极尽享乐 放纵死亡 那些一直吸我血的家里人 突然悔悟了 让我16岁就被迫辍学的母亲 哭着求我别喝酒 去医院看看 一言不合就打我的父亲 去公安局自首家暴 只求我不要因为恨意放弃生命 而一次次 肆意挥洒我血汗钱的弟弟 卖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 只为给我凑买命钱 姑娘 是血癌 你最近时常流鼻血 想吐 以及浑身痛吧 是晚期了 有痊愈的可能性 费用至少一百万 但也说不准 一切都看治疗情况 我们愿有知名的血癌专家 排号不太容易 建议你尽早来治疗 就算不能治好 也能多延长些时日 医生似乎见多了生死 只平淡地通知我 血 癌吗 出乎意料的 我没有痛哭 我听到自己冷静地问 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 血癌患病因素有很多 除了遗传 物理和化学因素也会导致 比如辐射 比如长期接触本 即含有本的有机溶剂 医生后面还说了什么 我没听进去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本即含有本的有机溶剂 我笑了笑 在医生劝说治疗的声音中 晃着身体走出医院 一百多万啊 还只有痊愈的可能 我知道医生一般都会安慰病人 我这就算治疗 估计也只能苟延残喘了 更何况 连一瓶药都买不起 明明刚刚还很蓝的天 现在看起来却灰蒙蒙的 大街上煎饼果子和水果的叫卖声 似乎很近 但我又什么都听不到 兜里的手机震动停止了 我拿起来一看 23个位接来店 都是一个人 我妈 我都不需要接 就知道她的来意 要钱给我递 我挂断催命的电话 走到了煎饼果子大妈面前 笑容灿烂 阿姨 我要一个豪华煎饼 好嘞 姑娘 你能吃得完吗 吃不完也买 我举着煎饼果子 一边走一边 大口大口地吃 原来是这味道啊 真好吃 小时候和爸妈一起去赶集 弟弟每次都能得到一个超大号的煎饼果子 大到他的手掌都拖不住 而我 只期待地看一眼那煎饼 就是贪得无厌 28岁了 我该好好享受有滋有味的人生 电话再次响起 我再咬了一口果子 接听了电话 你要死了呀 这么久不接电话 赶紧滚回来吧 你弟弟想买一台电脑 你带他去看看 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了 类似这种事 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 交学费 要旅游 买手机 买游戏机 甚至他谈了的女朋友 也是我出钱买礼物 我反抗过 可他们总有各种办法达成月的 我又迫于那一丝的血脉亲情 没选择彻底撕破脸 只不过 跟一个将死之人谈亲情 多少有些想多了 还不如多吃两口煎饼果子来得实在